地球上哪个国家最难入侵呢? 如果考虑外部环境,蒙古国应该是最难入侵的国家之一了 蒙古国被中俄两国围得严严实实 我想目前好像还没有谁会想不开 要对中俄发动战争吧 蒙古表示,要打我就要先过了中俄两个军事力量上的强国再说 其实,蒙古就是占据了典型的地缘优势 但是如果抛开外部环境 小编认为阿富汗才是最难入侵的 为什么说阿富汗难入侵呢? 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四战之地 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帝国都想要将其吞噬 但很可惜没有哪个国家能彻底将它其征服 而在无数次的战斗中 阿富汗也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帝国坟场 首先是英国 英国与1839年至1919年的80多年里 先后三次入侵阿富汗 动用了大量的兵力 最后在阿富汗人民的英勇顽强抵抗下 英军每次的入侵都是惨败收场 然后是苏联 苏联惨败的重要原因 除了阿富汗人民的英勇顽强抵抗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苏联的现代化 以及机械化军队没有用武之力 阿富汗境内沟壑纵横 高山峡谷占了全部博土面积的80% 河谷平原占20% 这里交通不便 后勤补给难以得到充足的补充 阿富汗人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 顽强的抵抗 使苏联人的入侵也彻底失败 最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了 美国于2001年宣布 向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动军事行动 阿富汗战争由此爆发 直到今年7月初 随着驻扎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 最后一批美军被撤离 也标志着美国耗资2.4万亿美元 持续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宣告彻底失败 那么为什么那些世界大国费尽心思 都想要拿下阿富汗 最后却都杀鱼而归了呢 其实无论是英国还是苏美 之所以对阿富汗久攻不下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是因为到阿富汗作战补给线过长 一旦后方出现一点问题 就会对前线作战造成巨大影响 而一旦不能快速解决战斗 就会使其深陷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 美国的撤兵就是他们觉得 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美国每年都在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 但是回报却是非常微小的 俄罗斯也差不多 这种无法进行有效获利的战争 大家都是不愿意再打的 第二个原因还要回归到阿富汗国内的情况 因为其国内有众多不同派别的武装力量 因此 一旦有别国入侵 这些武装力量就会迅速出击 而且 他们主要是以游击的形式作战 其他国家很难将其消灭 那么为什么强国都喜欢盯着阿富汗呢 阿富汗位于亚洲的十字路口 大国想要扩张版图 阿富汗都是必经之地 因此 阿富汗就成为了各国攻击的目标 只不过由于阿富汗地形复杂 所以 自古以来 很少有人能真正地征服阿富汗 这块土地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帝国坟场 前几天 刚刚撤军的美国 再次返回阿富汗 对塔利班进行空袭